第3個單元 大家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的是第3個單元的第4部分 那我們這邊會先介紹這個暫存器 叫做 PSW 的暫存器 那這個暫存器其實它是一個特殊功能的暫存器 那它這邊的話是儲存一些起標 那它這個暫存器總共有8個bit 那我們的bit7 PSW.7就是它的bit7的部分 也就是它的最高位元的部分 是代表CY的意思 就是近位起標 然後它的bit6是一個輔助近位起標 那F0是一個使用者定義的起標 那接下來的RS1跟RS0 它是用來指定暫存器的bank 是在哪一個bank 那這邊的話如果它的數值是00 就是代表是bank0 所以當我們8051在一開始reset完之後 它這兩個數值其實是00 所以我們後面用到的R0到R7是屬於bank0的部分 那下面這一個是OV 就是一個overflow 就是一個E位的起標 然後P的話是一個同位元的起標 那會影響剛剛介紹那些起標變化的指令有哪一些呢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就像加減乘除或是一些旋轉 或是一些右邊這個CLR或CPL針對C的這個指令 那這些都會影響到這些奇標的變化 那我們下面來看一些例子 那譬如說以這一個部分來看的話 我們如果把9CH跟84H這兩個數字做相加之後 那我們去看它的CY就是近位奇標 AC就是輔助近位奇標 還有P同位元奇標它是怎麼做變化 那我們可以看到下面這個兩個數字加完以後 會變成是00100000這個數字 那CY會等於1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它的D7就是看右邊的這個二進字的數字 它加完以後它在MSB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的bit7的部分 它1加1以後會近位 所以在這裡CY指的就是這個bit7的部分有沒有近位 那因為有近位所以這個CY就會等於1 那如果每近位CY就會等於0 那AC的部分就是我們看bit3 bit3如果有近位到bit4的話 那AC也會等於1 那再來是P的部分 那P的話就是我們去看這個A這個暫存器的這8個bit裡面有幾個1 那以這個例子來講它8個bit只有一個1 那1一個1是屬於G數的部分 所以它這個P就會等於1 當是G數個1的時候就會等於1 偶數個1的時候這個bit就會等於0 那我們剛剛講過就是我們的8051裡面它有128 byte的記憶體 那剛剛有介紹到幾個暫存器的bank 那這邊的話從這個圖就可以比較清楚看出來它的每一個bank的位置 那以bank0來講的話就是指我們的R0到R7這8個暫存器 它會從位置0到位置7 所以在這128 byte的Rain裡面它的位置0到7 放的就是我們暫存器的bank0的部分 那bank1的部分就是從位置8到F 那bank2就是從10到17 那bank3就是從18到1F的這幾個位置 那要用到哪一個bank就是我們剛剛介紹那個PSW的那邊有兩個bit可以去設定 那堆疊的部分呢 在8051裡面它的Stake其實用到的也是這個128 byte的記憶體的部分 那一開始在reset完之後 SP就是一個堆疊的指標它會指到07 它的指會被設成07 所以代表這個堆疊的範圍就是從08開始到7F這一段 都可以當成我們堆疊的範圍 好那我們再介紹一下堆疊的部分 那其實堆疊它是Rain的一部分 那它可以讓CPU用來暫存一些資訊 那這個堆疊的特性基本上就是後進先出或是先進後出的原理 就是說先進去的data會比較晚出來 或是後進去的data會比較早出來 好那用來存取這個堆疊的一個暫存器叫做SP 就是StakePoint這個暫存器 那它也是屬於在我們特殊功能暫存器裡面的一個暫存器 那當我們8051在開機之後呢 那SP的值會設為07 Push就是Push跟PUP是用來存取這個堆疊的指令 Push跟PUP是兩個組合員的指令 那當我們在Push的時候呢 就是把資料放到堆疊的時候 SP會加1 那PUP的話就是從堆疊裡面把資料抓出來的指令 所以在做PUP的時候它會把堆疊最上面的那一個資料呢 會複製出來 到我們這個指令後面指的暫存器的位置 那做完之後SP會減1 那它的動作我們從下面這個動畫來看可能會比較清楚 那一開始我們的SP是在07H 那我們假設我們要做左邊這四個指令 Push A、Push B 就是把A的內容放到堆疊 那Push B就是把B的內容放到堆疊 那Pup R0就是把堆疊的資料抓出來以後放到R0 那Pup R1就是把堆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以後會放到R1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動作 那假設一開始A的內容是12H B的內容是38H 所以我們在執行第一行 我們的SP會先加1 然後再把A的內容 12H會放到Rain裡面 所以你看到做完之後呢 SP會等於08H 然後08H值的這一個內容會變12H 那第二行 Push B就是會把B的內容放到堆疊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動作 它SP一樣會先加1之後 然後把B的內容會放到09H這個位置 那Pup的動作我們看一下這邊的動作 執行這一行以後它會把最上面的資料抓出來 然後SP的內容會減1 所以剛剛09會變成08H 那下面這一行Pup R1它的動作就是 會把12抓出來 會把12抓出來 然後SP會減1 變成07H 那相信以這個動畫應該大家會比較清楚 它這個堆疊的動作 介紹完這些之後我們下一個單元會 繼續介紹這個回圈的部分 還有機械週期的部分